中国实践21号卫星大动作 美国媒体大肆报道 美国在担心什么 实践21号卫星的作用是什么 成功捕获北斗失效卫星 又显示了中国怎样的技术实力 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当地时间1月27号 美国太空新闻发文报道 1月22号 中国实践21号卫星成功捕获了失效的北斗2号卫星 并于1月26号将北斗2号卫星拖到目的轨道后 实践21号又回到了地球静止轨道 美国的突发航务网站也对此发文表示 美国的一家商业太空检测公司的空间态势感之首席架构师 布莱恩·弗莱厄 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网络研讨会上宣称 中国实践21号卫星似乎正在发挥太空拖船的作用 他将一颗失效的北斗导航卫星从拥挤的地球同步轨道上脱离 送入目的轨道 根据布莱恩·弗莱厄的介绍 中国实践21号卫星围绕并接近一颗失效的北斗2号导航卫星 执行近距离操作后 从其轨道位置上消失了几个小时 美国媒体便对此大肆报道 胡吹的称 现在是各国提高此类卫星行动的透明度建立行为规范的时候了 这句话明显是针对实践21号的操作 指明道性地对中国说 利用实践21号卫星将话题转向太空军事化 炒作渲染中国军事化目的 美国的这一行为可以说是贼喊捉贼了 美国在上世纪美苏冷战期间就开始大力发展太空技术 企图将在地球霸权地位延伸至太空 对此 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 特朗普就曾表示 美国对外地空间的探索事关国家安全 美国在太空中仅有的存在感是不够的 还需要统治力 近年来 美国航天局联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确立了一系列太空项目 企图在2024年之前 在太空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组成的星链网络 其中1584颗卫星将会部署在地球上空的禁地轨道 2020年 这1584颗卫星已经全部开始运作 据了解 美国还准备再增加3万颗卫星 持卫星总量达到4.2万颗 由此可见 美国企图在外太空建立进一步建立霸权的野星 并且在中国实践21号进行任务的不久前 美国刚刚发射了两颗空间域感知卫星 并且到目前为止 美国一共发射了6颗空间域感知卫星 这6颗卫星可表征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所有卫星 并将数据实时地传输到美国的战略司令部 同时配合美国的地面望远镜和雷达 美国可以更好地追踪他国卫星 并确认对美国卫星的一切威胁 而这一计划便是企图在太空领域监视全世界国家动向 盗取全世界机密资料建立美国太空霸权体系 美国才是真正的在进行着太空军事化行动 为此才借中国实践21号为由 渲染中国的太空军事化威胁 加强中国威胁的论调 企图从国际上制约中国航天领域的发展 这就是美国在担心的 担心中国的高速发展会对美国产生巨大威胁 我们分析完美国媒体针对中国的用意 再来关注下事件的本身 我们先来谈下实践21号卫星 2021年10月 中国在西城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已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了实践21号卫星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那么这颗卫星是干什么用的呢 实践21号卫星最大的功劳 就是用于空间碎片减震技术的试验验证 简单的说 实践21号卫星是一颗技术验证卫星 其并不是直接为地面功能设施服务 而是在卫星发射入轨的时候 尽量减少碎片的生成 降低卫星意外解体的概率 卫星到了寿命可以再入 主要就是清理地球近地轨道上的卫星碎片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曾经研究过一种叫做非合作目标交汇技术 这种技术指的是 在轨道发生故障的航天器 或者一些太空垃圾和卫星碎片之类的 而研究非合作目标交汇项目 就是为了实现在轨道上抢修卫星 或者将故障卫星推理轨道销毁 以及减少空间碎片垃圾等 那么 这一技术是怎么实现 将太空垃圾减少的呢 主要就是将这些太空垃圾 卫星碎片 或者已经失效的航天器收集起来 然后让其重返大气层 在大气层内销毁 而收集的过程就是依靠太空碎片的大小过一 并且相对速度较小 这样就可以较为简单地用收集装置统一回收 为什么要提非合作目标交汇项目 我们前面讲到 这一技术是将卫星碎片收集起来 再返回大气层 而中国时间21号 此次的行动准确地说 是把卫星碎片向外扔 也就是将航天器提升到更高的轨道 据了解 时间21号卫星携带了数十台发动机 这也为其需要频繁变更轨道 接近卫星碎片或太空垃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数十台发动机中拥有传统燃料推进器 与电推进两种技术 其中电推进技术 是利用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再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这种能量转换方式 相比较传统燃料推进更加节约能源 可以说数十台发动机加上电推进技术 时间21号卫星的持续动力非常之久 可以完成更多的太空垃圾清理任务 同时也为其再自由变轨道提供了更加精准的定位 使时间21号卫星能够准确近距离接触到想要捕捉的目标 这个轨道会与目标有短暂的接近重合 所以能够与目标的接近距离非常近 在此次任务中 时间21号就是先从近地轨道升轨道地球同步轨道 然后慢慢近距离靠近北斗二号卫星 再将已经失效的北斗二号卫星脱离地球同步轨道 带入目的轨道 而目的轨道又叫坟长轨道 我们平常所说的近地轨道是高度距离地面2000公里以下的近圆形轨道 而目的轨道是指比近地轨道还要高近千公里的轨道 为了尽可能避免产生的太空垃圾 航天科研人员在设计航天器时就预先想到了 万一航天器出现故障或失效后该如何处置 而目的轨道就是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 将失效卫星抬升到比近地轨道高近千公里的目的轨道 就可以有效避免对近地轨道的卫星构成威胁 随着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熟 地球近地轨道的卫星已经数不胜数 近地轨道也变得十分拥挤 两个卫星靠得过于捷径 就可能会造成卫星碰撞然后损害 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 所以清理太空垃圾也成为了世界各国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实践21号卫星此次将北斗2号卫星脱离轨道 并送入目的轨道的任务 也是中国首次向世界展示太空垃圾清理能力 目前世界上能够掌握这一项太空技术 只有美国曾经的MEV-1任务延售飞行器卫星 中国凭借在航天领域的自主技术发展 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 中国也肩负起了清理太空垃圾的重任 但反观美国拥有着高端技术却想方设法在太空称霸 这一对比高下立判